公共政策本來就是有許多的取捨 不希望這麼重要的一個議題 被淪為幾個單字 比如說某某專機 這樣子的來政治化或者來簡化 我覺得這樣子是非常可惜的 這明明是一個 大家可以來好好討論的議題 五個主張 我們對於哪一個主張 不同意 不認同 我們提出來歡迎批評 直接用倉儲提出四個字來批評 我覺得太空洞了 也很可惜沒有太大的建設性 我希望我們蔣市長 對於我具體的五個主張 可以提出他哪裡不同意 我們認為這200公頃的土地的使用 應該符合最大的公共利益 我們認為應該蓋公園 我們認為公園可以符合最大的公共利益 讓最多的人使用 同時在氣候邊遷的趨勢下 也是一個城市之費 那蔣市長是不同意這樣子的做法 跟這個主張嗎 還是蔣市長不同意 眼看2030年即將會發生的一件事情 可以在2030年執行的事情 我們要提前規劃 我覺得我們可以對於我具體的五個主張 來提出批評 我都很願意接受指教 松山機場的遷移 那當然過去許多人都提出 民進黨的市長候選人也提出 現任市長也提出 現任新北市長也表示同意 我們的臺北市準市長也表示 基本上支持 那我們其實我們的不同是我們提出一個具體的時間點 因為2030年隨著桃園機場第三跑道的完工 我們終於有本錢有條件好好的來提前做規劃 這兩百多公頃土地的重用的規劃 以及周邊三千多公頃的再生 其實可以提升台北市 大台北都長期的競爭力 那公共政策其實應該就事論事 公共政策不需要分藍綠 我們期待的是現任的市長 即將就任的準市長 我們一起來談 2030年之後 我們可以怎麼更好的做出整體的規劃 這是我第一次聽說 但無論如何 我們還是會堅持自己的節奏跟自己的策略 我們在1月8號之前 就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 那就是我們希望選舉回到政見 選舉回到議題 透過我們對台北市 對於我們中山 松山區選民 具體影響大家生活的議題 來贏得大家的信賴跟支持 我們的主事局記者會邀請呱吉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乾淨選舉的 這一個證件跟承諾 其實受到他在市議會自治條例 推動的影響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我也相當的認同 那王世堅議員 世堅大哥 來出席我們的記者會 也是因為他是我們進總的總督黨 任何網路的聲量 或者選舉相關的民調 都是我們參考的依據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還是會照著自己的節奏 自己的策略 一步一步的往前執行